大家好,又回到我們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甄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本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 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芒向正向晒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抗疫,拼經濟,反網步 好,今節就是世界時事多合一 第一則新聞說一下普京大帝 普京大帝現在正在做一件事 就是繼續卸免罪犯 知不知道罪犯去哪裡? 沒有 不過首先是加入一個組織 雅加林集團 克里姆林公承認 現在俄羅斯總統普京 正在卸免一些在囚人士 允許他們作為 雅加納集團 這個準軍事組織 的這個軍事成員 在 烏克蘭作戰 哇,很快 這個澳烏戰爭 很快很快就會進入第12個月頭 雅加納集團 在前線 發揮的作弄 其實都是越來越明顯 上星期五的時候 克里姆林公 駁斥了美國財政部長 的一個 將雅加納集團 列為 跨國犯罪組織的做法 你駁斥也沒用 因為 駁斥他也是照顧 普京的發言人佩斯科夫就說 卸免囚犯 其實 是嚴格遵守俄羅斯法律 更加 佩斯科夫是讚揚了雅加納 招募 一批 武裝人士 而且這班人士在戰場上 是 這樣說 是英勇的 總統 會為他們辦分仗 俄羅斯的法律呢 普京有沒有這樣的權力 是有的 根據俄羅斯的法律 普京大帝 是有 特赦 囚犯的 權力 而且唯一 是他有的 你就是我的唯一 普京大帝 給我出監獄 佩斯科夫也說 我們有公開法令 亦有 標明 一些機密的法令 我們 因為有些東西涉及國家機密 那就不多 再評論了 不過他承認普京現在再 特赦一批囚犯 就是要他們加入 瓦格納集團 之後 上澳烏戰爭的前線 佩斯科夫對於華盛頓最近 限制瓦格納集團 這個行為 當然是不屑一鼓 他就說 這些舉動 是這個 組織在中非共和國 利比亞 還有敘利亞等等 的一些 他就說 是西方 想懲罰這個集團才 編一些故事出來 因為西方在這些國家 都做了很多壞事 他就說 這麼多年來 美國一直都是要 要魔化瓦格納集團 他們指控是毫無根據的 我全部引述佩斯科夫 英國情報局就估計普京 長期的親信 普利哥津已經招募了五萬名 五萬名的在囚人士 即將會去烏克蘭 普利哥津 去年就承認他是經營著神秘組織 之前也被稱為普京的廚師 御用廚師 我們之前介紹過他 普利哥津也挺傳奇 其實他真的是搞餐飲業的 真的是搞餐飲業的 亦都煮得一手好菜 真的猜不到 除了煮得一手好菜之外 聽聞他 也是個神射手 用棒棒 很厲害的 雖然俄羅斯 最初是否認 這個集團 是在 烏克蘭有參戰 但是 最後都是要承認 其實普利哥津很多年來都說 沒有這樣的組織 不關我的事 不過 的確確之前俄軍的正規軍 是吃了敗獎 令到俄羅斯 國內有些人是不滿意 包括普京的國師賭金 普利哥津 他卓貨是普京的大廚 是前餐飲月的巨頭 他 亦都是一個相當強硬的 號戰分子 並且 在國家電視台 為瓦格納 集團在戰場上的功績 唱贊歌 也正常一距 沒理由 是詆毀自己的 新年前 普京 向一位叫 加斯柏梁的人兄 是頒發了一個勇氣勳章 加斯柏梁 19年的時候 因為 是拿了工具 去弄壞 人家 被判7年 當時 是坐的 當然 其實這個加斯柏梁 算不算是為那些 即將被普京大帝 卸臉的人提供了一個叫模型 或者叫模板 或者叫偶像 或者叫榜樣 算是的 因為佩斯科夫 當然佩斯科夫說話 當然是普京大帝傳話出來的 加斯柏梁 參與這次特別軍事行動 他表現出來的英雄主義精神 應該是受到國家的加害 所以 我們 就授予他國家的榮譽勇氣勳章 當然 有名有利 是嗎 也將自己之前做的不好的事情 一筆勾銷 其實不用錯對他們來說已經很開心了 是的 還有分獎 是的 還有錢獎 當然 這件事 我覺得 你找這些人做 軍事組織的人物 自古以來 結果最後都是一般的 至少用他們來 向他們徵兵 國內沒有那麼大反對聲音 對嗎 那也是 你可以這樣說 你可以這樣說 都可以說是 可不可以說社會邊緣人 都是 他應該不是邊緣 是罪犯 不是邊緣 很正面地去看 如果復原刑 都可以對社會 出來之後 都可以對社會有幫助 但現在 普京大帝就覺得 對他的 戰爭方面有更加大的幫助 我想起一首歌叫人在邊緣 好 這是第一則新聞 第二則新聞來自 曾經是 發過聲明抵制新疆棉的H&M 其實當時 新疆棉事件發酵之後那幾天 H&M的公司 是有點搖底 強調中國市場的重要性 希望能夠成為負責任的採購者 亦都希望重新獲得中國消費者的信任 當然 當時中國的消費者 不太覺得 可以原來H&M 所以之後的業績倒退得很厲害 這次 H&M 的利潤又是暴跌 大虧損 為什麼 之前就是 因為新疆棉事件 這次就不是 這次 是我的戰爭 這間瑞典的 叫做 服裝巨頭 他就說 第一 原材料價格貴 之後成本貴 還有 原來 退出俄羅斯市場 對於他們來說 挺嚴重的 H&M也挺厲害 是全球第二大的時裝零售商 他的盈利能力 是負負掙扎的 他截止到11月底的第四季度 這間公司的利潤 同比是暴跌87% 只剩下8000萬美金 平均預期 是這個數字的 4倍 MH&M當然 在星期五股價收盤的時候 暴跌7% 只剩下 每股121.94克朗 和他 2021年4月份的風值 已經跌了一半 當然是大虧損 股價跌了一半 不過有 一間公司叫Tesla 比他更慘 更慘 他們的CEO 赫爾默心 我們決定在俄羅斯結束業務那一刻 就知道 是會有巨大的負面影響 因為俄羅斯是一個重要的盈利市場 當然 原材料價格上升 運輸成本也上升 因為有貴 再加上美金是處於歷史高位 導致商品採購成本大增 這間 瑞典零售巨頭 去年啟動了一項 20億克朗 的成本削減計劃 裁員1500人 這間公司 在 銷售和盈利能力方面 都是落後於另外一間 很出名的 又是差不多 很快的 他們那些 出衣出得 但質素 就 中中等等 就是Sara 是落後於Sara的公司 Indydex MAC&M 去年的第四季度銷售 其實 有10%的增長 到644億克朗 但是 但是 如果以當地的貨幣來計價 其實和 前年是持平的 這間公司 就從 12月1日到1月25日 是以當地貨幣來計價 當然他們也說 現在希望向一個正確的 方向發展 雖然 從 高貴的股價跌了半 股價 市值也跌了不少 虧了大半 但是 都要繼續做 沒理由不做 他們就說 結合投資和效率的改進 其實希望2023年 可以有增長 並且提高 盈利能力 他就重新 希望 下年 會有 這個 好一點的 利潤率 當然 這間公司 第四季度的業績 剛才也說過 都一般 是受到 這個 重組的計劃影響 重組要8.36億黑浪 其實瑞典的H&M一直都很難趕上ZARA 經常 只可以大量打折 H&M 預計2023年的庫存將會減少 但是 沒有給出今年 準確的 財務指導報告 他們公司就說 資本支出將會增加50% 到50億 瑞典黑浪 公司計劃今年就回購100% 回購30億黑浪的股票 都是要觀望一下 當然 他們也知道 由高位跌一半 你說是不是很厲害 肯定是虧本 股價由高位跌了一半是虧本 但是 整個大環境也是不好的 這個也是現實的 這個也是現實的 你有沒有買過他的衣服? 沒有買 我買U幾 U幾 哦 日本 日本 當然 當年的新疆棉事件也導致他們公司重創 當時他們的聲明是全民都沒有提新疆兩個字的 只是 在採購方面希望在中國和其他地方 成為一個負責任的採購單位 目前就是指定一些前瞻性的戰略 並且 開展下一步的 材料 採購工作 聲明也說希望 獲得中國消費者 同仁和商業夥伴的信任和信心 之前除了H&M 還有Nike Editas 還有CK 等等的國際品牌 都是因為新疆棉事件 搞得很嚴重 H&M 其實之前發佈了一份聲明 表示 出於 對新疆棉花田可能存在的強迫勞動擔心 所以不再採購 新疆棉 但是證據基本上是 欠缺的 我也說過了 我有朋友真是新疆人 不會是請那些人做工 是去其他地方做工 因為他們的飲食 跟我們漢人不同 你很難照顧他們 還有他們宗教的時間 是 沒錯 所以其實說這些東西 對於當地人來說是一則笑話 當然他們就是信了這個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 沒辦法 這間地區都挺好的 其實很多西方國家政府都用他們的報告 他們應該是多謝梅鐸和我們前總理Scott Morrison 其實H&M在中國的電商平台當時被下架 購物軟件 從應用商店當中除名 多間實體店也關閉了 當然 我也很少賣 真心地說很少賣 為什麼呢 因為 我買的更加便宜 我很喜歡去Costco買衣服 他有自己一個牌子 大家知道K字頭那個 我覺得那些也不錯 而且他 因為他 一分錢一分貨 他又不是很貴 但是我覺得 洗兩洗就很貴 我們這些 那麼粗皮的人 落工地 去剪草 勾兩勾 我的衣服都破壞了 手洗可以耐久一點 手洗我只會幫兒子洗 我不會幫自己洗 沒有用洗衣機 洗衣機也可以 始終不耐用就不耐用 你明白嗎 始終他也是 是的 因為 這樣的價錢 你又 苛求不到他那麼多東西 這個公道點說 一分錢一分貨 是吧 你苛求不到他那麼多東西 當然這間公司 是不是很多分店呢 超級多 超級多 在澳洲都超級多 我們全澳洲有幾十間分店 美國更厲害 五百多間分店 五百多間分店 我想大馬也有幾十間 這是第二則新聞 最後則是來自 Tesla特斯拉 Tesla 之前有很多不利消息 亦都要減價 減價 有些人說 你減這麼多 我之前不是買貴很多 這個真的沒辦法 其實 你總賣的話 你肯定是有這個風險 等於一些電子產品為 當季 肯定你貴一點 每個人做一段時間 便宜一點 電子產品跌更快 的價格 大家都消耗品 是吧 大家都消耗品 雖然市場競爭是加劇 和總體經濟的大環境 都一般 但是Tesla 昨天公佈他們的 季度獲利 居然 是 創紀錄的 同時也確認 長期 都會有增長 Elon Musk 終於 你有沒有發覺 Tesla的Elon Musk 和Twitter的Elon Musk 好像是第二個人 你有沒有發覺 Tesla的Elon Musk 好像比較理智 在Twitter的Elon Musk 經常跟人鬥嘴 當然都是同一個人 這個世界前首富Elon Musk 現在不是首富 因為 Tesla的股價跌得很厲害 很金 而且他之前 玩這些加密貨幣 也很嚴重 Elon Musk 帶領Tesla 第四季 獲利是37億美金 比前一年同期 增加了59% 營收增加了37% 到243億美金 為什麼呢 因為 他們交貨量增加了30% 現在Tesla 其實這個月 月頭的時候也宣佈 美國還有歐洲 就會下調售價 令到投資者大吃一驚 Tesla也承認 面臨利率上升 還有很多不確定因素 全球的經濟也一般 令到他們都是困難的 Tesla在 財務報表當中 也看到 公司 因為 這個 耗率提高了 以及 成本也稍微降低了 所以就有這個不錯的 後果出來 Tesla 當然了 Elon Musk 意氣風發 在任何情況下 我們都是為 短期不確定性做好準備 持續控制成本 以及 創新就是我們 贏別人的一個最好的手段 我們能夠令到公司在2023年過得 比其他競爭對手好 2023年才過了 沒有多少天 說得有些做 不過也好 說一說 雄心壯志 和各位股東交代 因為之前的股東很害怕 為什麼 因為Elon Musk 很多股東就覺得 你整天 都是掛著在推特 推特的生意 那裡玩 大佬 你好像Tesla 沒什麼理會 因為見到都是他在推特的新聞 不過都是負面 記住都是負面新聞比較多 等一會就解僱人 要麼 就是 對 給這個 三藩市的市長說 你這樣對勞工不行 叫人家 睡辦公室 怎麼搞錯 當然 他也說2023年 我們教父的車的數量 將會達到180萬架 比2022年 的140萬架 要多 大概31% 他 也希望 可以 更上一層能 但是Elon Musk 他就說 我們 預測這180萬架 其實是個超長期目標 這件事 很厲害 超長期目標 外界就覺得 是不是你搖底 還是吹大一點 2023年 不行 就再2024或2025 所以一說超長期目標 大家覺得 你這臭人都挺懂得說話 做不到你就說 我是超長期目標 是嗎 都留回後腦 其實Tesla的股價 比去年同期跌了50% 亦都反映出投資者 對其他汽車製造商 推出電動車和經濟 放緩 以及Elon Musk 花太多精力在推特 是擔心的 所以大家 尤其是Tesla的投資者 你可否給Tesla 更多心思 我們現在很嚴重 Elon Musk就說 面對全球的市場競爭 Tesla就算在中國市場競爭 也是很激烈的 他亦都說 僅次於Tesla的 世界第二大電動車廠 可能是大陸的 車旗 但沒有說明這間 其實他就是小鵬汽車或者蔚來或者比亞迪 有些人就這樣覺得 希望他也是 可否這樣說呢 有競爭 少說一點做到一些好東西 是嗎 很難 他改不了這個習慣 我覺得他也是這樣做 他覺得是一個營銷手段 這個是我銷售的部分 我就是這麼多話題 我就是這麼有爭議 但是一個客觀效果是什麼 事實上他真的駁到很多報紙的版面 這個也是他想要的 我相信 好 今集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謝謝各位網友 下節再為大家分析其他議題 就這樣 拜拜 拜拜